子題目為具最大腦取之橫向簡力效應 這是一個四分之一的正方形板 四周為G速固定 紙板承受一個壓力為30PSI 會使整個板子產生腦取 子題目有三個設計方案 分別為薄格厚度1.2、2.4以及3.6硬取 產生的腦取結果為0.008、0.001以及0.0003硬取 紙材料的彈性魔術為3x10的7次方PSI 補充比為0.3 接著我們先開啟原廠範例 首先建立一個專題 類型為靜態 使用局面刻畫網格 要確定 點選專題的屬性 求解器選擇FF1 要確定 接著點選參數 我們先將原廠範例的就有的參數先刪除 然後點選新增 然後名稱打上薄格厚度T 立即選擇全部 類型點選長度位移 單位選擇硬取 使用然後我們先設定狀況參數第一個薄殼厚度1.2 然後按下確定 接著點選薄殼 有所選曲面第一 點選此曲面 然後於數值方塊中按下滑鼠右鍵 點選連接值 然後我們點選剛才設定的參數 接著點選套用材料制所有 材料來源選擇自訂定義 單位為音質 彈性魔術輸入3乘以10的7四方 普通比為0.3 然後接著我們要定義它的居數條件 然後點選右邊的這兩條邊線 按居數 類型使用參考幾何 以前機組面為基準 按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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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點選左邊的邊線 使用參考幾何 以前機組面為基準 按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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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Y方向及地方向的旋轉 按確定 然後上邊線呢 我們也是一樣 點選居數 類型為使用參考幾何 以前機組面為基準 單位為inch 然後上邊線呢 我們要固定它Y軸的方向 方向的位移 然後 然後 X軸及利軸的旋轉 然後按確定 接著點選整個板 使用參考幾何 以前機組面為基準 單位為inch 單位為inch 然後整個板呢 我們不要讓它旋轉 利軸 利軸方向的旋轉 按確定 然後在整個板呢 施加一個壓力 單位選擇音質 然後我們輸入30的psi的壓力 然後確定 然後這樣整個板的 負載都已經設定好了 然後我們點選設計方案 將我們剛才設定的 薄殼厚度T打勾 然後我們已經 可以看到只有三個設計方案 第一個為薄殼厚度1.2 第二個我們打上薄殼厚度2.4 第三個設計方案 我們改成薄殼厚度3.6 然後點選結果位置 然後我們等一下要它顯示 圓點的變化值 這是原長範例沒有的 我們是為了要讓結果 更清楚的顯示 所以我們這樣顯示這個 圓點的結果 要確定 接著執行剛才設計的方案 是 心臨 有 點選設計方案結果 以圖表按滑鼠右鍵編輯定義 然後顯示核位移 單位選擇inch 確定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波格厚度1.2 2.4 及3.6的結果 分別為0.0008 0.001 以及0.003 這樣我們看不是很清楚 所以剛才我們在圓點上有設計一個點 然後我們點著顯示摘要 好 最能顯示剛才我們按圓點的那個的結果 單位選擇音字 然後結果核位移 看這邊核位 結果為0.008 0.001 以及0.0003 inch 就是三個設計方案的結果 然後與原廠範例的腦取結果是一致的 不會讓你注意到 由於是是有四面子的取物 然後就可以看那堂